大家好,我是Shenix为大家来X2的游戏看过视频 我们上期也是做了一个主线任务 整体来说还是很顺利的 直到最后的时候 我翻二直接是把我们的三名士兵全部送进医院 感觉上还是挺丢人的 总之就算是给大家作为一个反面教材 总之给我的教训最深刻的就是不要骄傲 尤其是在快胜利的时候 我发现好像我的一些失误 基本上都是尤其是在离着越胜利的时候 就是感觉越轻松,越容易犯错 也算是给大家等于是提个醒吧 不要太掉以轻心 我这边还好算是等于是受点轻伤 正要说不小心受了重伤 让士兵很长时间出了任务 从而是让我们等于是士兵的轮转 造成一个恶性循环的话 很有可能是最坏的情况 可能是直接是game over了 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的 这样我们这期做什么呢 我们先在基地内部先做一下规划吧 可以看这边是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都在提醒我说是没有intel 才明白我182个intel 这个为什么会提醒我没有intel 有些工程师是在闲置的 有些工程师是在闲置的 我们看一下 我这边是目前造了三个resist com 我感觉上 我们这边我直接是升级一下 假如这边是能加 应该能提前应该能加四个 假如我的数学不是 如果是徐老师教的话 应该是能省出一个空间来的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边的之前造的没有升级的这个吧 可以直接给它拆掉 好像目前是还没有工程师啊 这边先按一个工程师进来 把这个工程师按进去 这样是可以这边是加四个 然后这边呢原来应该是加了三个 有时候我们拆掉之后 应该是能又腾出一个地方来 这边剩余这个东西呢 我决定造一个实验室 现在应该是实验室什么用都没有 但是反正我们的钱也多 再加上第一次开放 你从来没有造过 我估计就随便造一个 然后电满了是吧 电满的话这一点点再升级一下 怎么只加了两点 讲是从原来的基础上加了两点 这样这边的这个东西升级呢 这个升级好像也要两点 这样正好 我们把这边的这个Defense Matrix升级成 这个叫Quarterity 就是一共是四个 这边正好是变成了四个炮塔 所以以后敌人要是再去进攻机的时候 我们只一共有四个炮塔可以进行防御 还是不错 其他的我们现在公司应该是很多吧 还有公司吗 正好有一个额外的 这样给你安排进电站 这样应该是应该是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这样是不是就不会再提醒我说是有 好还在提醒我 Pulling Ground是没有 还没有事做 咱们正好随便造点东西吧 造什么呢 我觉得这边这个Power Weapon是不用造了 我们已经有了三个Shreder Shred Storm Cannon 这个应该是降级版的 手雷呢 目前感觉上D的更厉害 我们直接造这个子弹吧 这是之前我提到的AP Run 可以无视目标五点护甲 其他的子弹有没有 还有什么样的子弹 我是不太清楚 总之这个是我看见过的 有一个Tracer Run 这样无所谓了 我们反正是Core已经是没了 AP Run我觉得我应该是不会装备啊 因为我觉得我们部队的穿甲子的 就是说反装甲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没有必要去特意的浪费一个操 这样应该是 这样这边应该是没了 我们的实验室呢 之前是在主线 主线的地方是获得了一个 Admin的一个Stacy Suit 应该是跟我们作为指挥官 一开始被发现的时候穿的衣服 应该是比较相像 我们直接先去研究一下 先看一下 应该是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了 我们直接回到Jewscape这边去扫描 现在有什么可以做的呢 三天的Supply 但是我们前是前是没有用啊 这边有些手榴弹跟子弹 随便扫一下吧 我们现在就是随便在一个地方扫去 加速一下实践 这边我以为这个UFO又想拦截我们呢 好像是这边的大家商与了 就像是那边我们找到的总统 在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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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但是在功能 啊 总统 总统 我们可以开始 是不论的,那弗兰的军事有各种人和人的原则, 我认为这一条是由于俄选择改变的转损, 为了森林或甚至余奥伴员。 你看到你的邮寰的邮寰今天。 但是,实际是有点其他人。 全球全球障害者在那裏面上也发现 包括了属于你之前的専戏 都製造了 每个战区的分别人的性格 自然的性格 但是几个杀放在开放 开放在开放什么? 什么练习的电汇运动障害者 Sektor,Muton 甚至这种种类似我们的战区 名字所名为 Berserker 在各种情况下 物件的精神 技术 会使用来一种 bonding 相对 手持续 手持续 物件 你意思 东西找到 中部的地区 对 具体的主要 技术的 工程中 的工程 我们都在 相当中 整个时间 在某种程中 但我相信 有更多 对于 但是 这个 这种地图有一个重要的分解剧维之一的整体的维维性 语维的所谓的维维的维维性 检测性的重量 除了它的空间固体的固域 免得这不会是出现 清联体的工程在 the clinic Avatar 能量的力量到一个人建立这种顺便是 重新的 重量 如果我们不断拦失去之前的维维性 I know, doctor. Continue your research. Let us know if you find anything else. 我发现二代的剧情真的是比一代我感觉上是要有吸引力的多 总之是一点一点的敌人Advent这些他们的罪行是被揭露 现在我们发现这边这个东西等于是敌人类随于是作为一个是模板 给我这么一种感觉 等于是敌人的视网等于是以这边这个人他的DNA是为为模板 然后网其中是加入外星人DNA 从而也是解释了等于是我们在二代中的我们这些外星人 他们应该都是等于是以人类这个DNA为模型 从而是加进相应的DNA 从而是去类随是直接是给制造出来的相应的一些新的品种 像什么Satboy Mewtow甚至是Berserker都是这么造出来的 总之是比较非常震惊的一个事实 感觉上还是非常的 我觉得二代剧情感觉上目前是我非常的享受 这样我们这边还是没法去做之前我们打到的Avatar也是 刚才也是提到我们等于是这个模板它是跟别的地方 跟别的这些它的基因的这个序列是有点不太不太一样 是它的等于是超能力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可能也是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这边的Hood这个Avatar 它也是跟等于是不太不太一样的 好像之前是敌人的这个Etherer 就是他们那个一代中的大Boss吧 也是在也是有出现过 这样我们要是想进一步的去把把剧情推进 应该是应该是要做下一个主线的 哎我们看一下士兵的商业 或者说我觉得我先把这个扫完吧 反正是已经扫过了 这边还有些还有几天 Kiko是学会了 这应该是一个移除debuff技能 然后Rift学一下 这边接着扫 这应该是敌人的Avatar就是进加了一个 这个我们也是不用担心 下边是有三个工厂可以捣毁 而且我们即将要做一个主线 这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Jojo是学会了Stacy Shield 这应该是一个保护用技能 这个呢Fortress 这个听上去比较厉害 让我们的昌军士兵免疫火毒酸 还有爆炸伤害 这个爆炸伤害有点有点强啊 要跟你学一下 介绍还有预天 哎天哪 这样敌人士Retalization是开始了 呃我们看一下这边还有多长时间 我觉得应该是时间够吧 这个东西在哪里 在在这边啊 我觉得这俩地方挺近的 我先把它扫完了吧 应该是 我觉得应该是应该是来得及啊 应该扫完了 给了 给一个Talent Rod 这是什么 这个是哇 我这个子弹很很很不错 我觉得我要是我要是能尽早发现这个子弹就好了 这是增加20%暴击 然后暴击的时候能增加一点额外的暴击伤害 我这个要是给我们的Ringer带上的话 应该是他的暴击率是能 对Flung的人应该是能达到100% 也说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提高伤害输出一个方法 这个Icy Bomb是之前已经遇到过 哎 怎么怎么怎么回去了 我可能点错了 这个有点不好啊 我应该是我点错了 应该不是我应该不是游戏成心让我们回去的 这样看一下希望我不要飞的途中这个任务直接过去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任务的11名敌人 有Crysalid, Archon, Trooper, Cyctopal 这个倒是比较 还有Heavy Mic 可能就是注意一下 我觉得就是注意Archon, Chrysalid,还有Cyctopal的 其他的给我感觉上是没有太强 太大的就是危险性 像我是不太清楚啊 这边的时间也是浪费了 感觉上非常紧张 真的是不太想直接飞到跟前了 然后结果这个地方被淋陷了 还好是没有啊 这样看一下这边 我们的部队呢 应该是都已经都已经商誉了 之前是好像拍了很多的新兵吧 这应该是BB配到我们这边的No Cut 这边之前是带的是谁 好像我们的昌里士兵在这边 好像有点乱 我记得之前是把Shabler放这边吧 我现在还是不太清楚 我们在F2中等于小队的起始位置 有没有说是在这个位置等于是最靠前的 我是想把Zune放最前面 但给我感觉好像又是有点随机的样子 就太不太清楚 我基本上还是带之前这6个人吧 有一个有一个有个想法 我们看一下这边的这边的技能 这样应该不是不是你了 不是周人还是KITICO 他是学会了 应该是学会了SOLANCE技能 就是可以让可以把士兵的 好像不对 应该是可以移除士兵的一些 就像PANIC之类的效果 应该是不能移除毒的 主要是我是想这个任务中有CRISLY的 他们的毒怎么办 这样我觉得还是我们的SPECIALLY 这个还让你带回MATKIT 等于是让大家加一加解解毒 主要是 像基本这个样子 然后SHEPARD这边呢 我直接把你的子弹换 把你的物品换成这边这个Teleron 加20暴击 像散弹枪是20暴击 这边是加20是40 40的话 然后再加30是一共70 这个30是指的我的武器的Laser Set 加满是30 满的话是30 一共是70 对付弗朗格敌人呢 是40暴击 一共已经是超过100了 比如说很大的情况下 都是能对敌人造成100%的暴击的 加上我们RANGER对弗朗格敌人呢 他的攻击障碍是直接加3点 所以说这个还是非常非常给力的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吧 可能 这边RESUT可能是小于UPNR 但我觉得他的Mobility还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暂时就这个样子吧 现在本来是少一个Scanner 可能有点有点重要 因为Scanner是在我们的Retaliation中 是可以扫FaceList 这样我给 我给我们的这边的超音视频 就是我们的周转换一个Scanner吧 大概这个样子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PCS跟武器部件应该是没有啊 我们直接应该是可以直接开任务吧 CYRANGER 再继续 再去复杂 再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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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这样由于是Retalition 我们是没有Consument 我觉得呢 有的时候呢是会直接好像是直接是触发了 有时候会直接移动一下会直接触发 我这个触发的有点 敌人跳的来了 这个触发的有点猛烈 好吧 我的想法是有些情况下就是移动一下会直接出发呢 我觉得就索性直接触发好了 不想去浪费一个回合 这样我们现在是可以直接去看一下这种点怎么办 由于是有Sect to Pod 还是比较 比较恶心的 我估计呢直接上来呢要 可能要是用 来清楚有没有方法可以把这两个都打到 这个士兵感觉上他们的分散还是分散不错的 我估计直接我移动一下把这个Sect to Pod 跟这个士兵打到 把这边的掩体错误掉 先让BB打 因为BB的 你的不是一个射击型的Gunner 打不到了吗 好像只能这个样子 我觉得还可以吧 这边是很有机会把这边的Sect to Barrier打掉 Sect to Pod Sect to Pod 应该能不能把 这张最好啊 怎么卡了 哇这是 我把我把平民杀死了吗 我应该是把平民杀死了吧 这边这一期伤害是怎么出来的 Crysalid 刚才这边写的 好像是Faceless啊 我杀死了两个人 然后把一组在迷雾中的敌人是直接给打的 我天哪 这样不太好 我也是忘记了 当我发的那一瞬间 我在想是 要是说会杀到平民话 他可能会提示啊 但貌似是不会提示 这个应该是 可能是没有 就没有事业吧 所以说并不知道啊 这样也是要要考虑一下 等于是这边这个 stress storm cannon 是在retilation任务中 还是需要需要注意一下的 这样 这边等于是激活 这个实力写的应该是Faceless吧 我们看一下前边的JoJo应该是比较危险 因为那边 那边敌人那是不太清楚他们在在什么位置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利用 shaber在这边看一下路 好 好像是看不见啊 你再往前走 反正你是 Fantom 我是不想让你去 在游戏一开始就直接解除你的隐身啊 这样呢 我们的 这边的Gunner 你是可以看见Sectapot 直接用Chin Shot 100还是不错的 直接把他打掉 这样游戏中 总之这关中啊 这边应该是最难的Sectapot 直接被我们解决 这是 这是Officer吗 十字笔写 最好是一个Mac 这是HeavyMac 我以为HeavyMac 它应该会 上来直接Overwatch的 好像是 不太清楚为什么 没有Overwatch 这样只有一个人能看见是吧 这边是可以看见HeavyMac 这边可以看见吗 应该是Shaper能看的第二分 应该是Shaper能看的第二分 说我们取手打不到 是因为被这个车挡住了 应该是这么一个关系 那就 那就没有办法了 这边你的 地点应该是非常不好 应该是这边一个人 好像屋内还有一个人啊 所以说你应该要 我估计可能要拿这个研体了 然后还剩下两个人 Rek呢 也是需要 全研体可以拿 这是不太 不太好的 好 好 好像是现在可以看见这个Mac 这样子呢 由他只有一滴血了 我要是尝试黑客的话 就是可以分散一下敌人的注意力吗 这边是92的几率 你要是黑客掉了 100几率直接给他 直接打 直接给他伤掉 虽然是只有一滴血了 但是目前我们有很好的办法去 去控制他 这个Mac 他由于是有一个AOE的导弹 他很可能直接冲上来 就算不对复数的敌人 或者说复数的我 就是有机造成伤害啊 他也会直接 肯定会命中一个人 所以说 再加上我们这边是 很多部队都是半掩体 所以说是更加危险 这样呢 我就直接选择把它给deserve掉 然后呢 让 倒一个向前拿一个掩体 这个人呢 他一个人收入掉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74 还是有点问题啊 但是你也没有别的 你是没有别的太好的办法 你直接打了 V-4 敌人着了 还有四滴血吧 我知道可能有点浪费 但是为了确保敌人的死 肯定是一番范儿打 像这边是被控制住 还有一个Fizzly应该是激活的 里边应该还有一个残存的士兵 刚才用Shredstorm是没有打死 还有一个Mac 这里面又是什么情况 有火吗 等于是一共有两个Mac 这位真的是有点意外 没有想到那边这个Shredstorm是 这是什么情况 好像是敌人在动画是消失的 可能是有点bug 敌人好像是在朝我射击 结果这边是miss 可能是这么一个关系 还是比较危险的 这样 看一下 应该是没有 目前是 目前没有偶尔或什么 先往前冲一下 应该是有出发 这回敌人是为什么这么集中 这回敌人是为什么这么集中 而且还有这张头应该还有Chrysalid 这个Fizzly怎么 这是什么情况 这有点不对吧 我们是好像直接是在用这个Shredstorm打的时候 好像直接把二楼地板给打没了 所以说它直接卡住了 我猜这个Mac可能也是被打到之后直接掉下来 再刷上在这里这么少的血的吧 这样呢 阿一可以 我觉得你直接把这个打掉吧 我估计让你去直接原地的可能去overwatch 这边archon 这边应该是不会欺负archon 然后我们后边的部队能去移动一下 稍微往前动一下 有没有 应该是这边 这个掩体不错 别的都是半掩体了 随便动一下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的绝技 好像没有一些 没有特别好能攻击的技能 这边这个麦可能 我的想法是让大家这边尽量能多人overwatch 这组地方觉得可能会过来 像用Riff把这个麦打掉吧 三三六点伤害 他正好是还剩三级血 这样剩下的人 就自原地overwatch on overwatch affirmative covering now shepard我觉得你先去 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 他这地方下局直接一个蓝色行动 是可以把这个物品捡到的 所以说你不用动 affirmative covering now scanning chrysalid的这是直接激活了吗 应该是激活了吧 没有激活吗 最组敌人是远离了 faceless动了 这样欧洲是冰众 然后是guardian guardian命中 应该 哇 打掉了一滩泥下来 这样又没有动静了 你先去把这个东西捡了 我还是比较贪的 一个superior stock 然后是agility 这组敌人是什么情况 是好像是没有被发现 只是被 哎 刚才那个archon呢 把青春都跑上去了 这样我是想直接把 跑到这个地方来吧 heading out 我是想把这边这个chrysalid先去激活 因为你不是 你不是faceless吧 这边看着拿谁去激活 我们的超能力士兵 看得到吗 这边能看到 好像是不太好看到 让我们其他人去激活吧 必比跟 所以让必比走吧 哎 敌人的站位不错 nolence可以打到吗 应该能打到两个 我感觉这么打应该能打两个 但是最后一个 貌似于有点看不见 我们看一下远处的 远处就觉得应该是 应该是目前是看不见 我们稍微移动一下 看能不能把敌人视野获得 然后看一下这边的nolence 应该是能打到两个 三个的话是打不太可能打的 这样决心消灭两个 这样直接秒掉两个 另外我不太清楚我们的 这边的就是超能力士兵 他的 他这些技能 有没有一些技能是 只费一个行动的 要是能费一个行动的话 可以是稍微的去 利用一下 可以是做两个行动 比如说这边的我们的 要是用Gramlion去 Aid protocol 是一个行动 再清楚有没有相似的技能 R.E.E.K.那边有可能直接激活 我觉得让R.E.K.呢把这个 别人打掉 然后我们剩余的 剩余的可以守护卧 这是什么 这是人的攻击啊 应该这是R.E.K.的一个设计 另外之前这两局一直没有 白先生一直没有射击 是因为我帮着他们杀了两个嘛 所以说他们觉得我 我们可以先头两局先歇一下 他没有射击啊 感觉上还是挺奇怪的 我一开始以为是 A.E.K.直接帮着敌人杀两个 这个任务会变得很难 结果敌人倒是不去 不去主就杀了 像这边呢 我们 我们看一下R.E.K.是可以 可以看见 再往前呢 好像 有火 你有Fortress技能吗 好像是还没有学会是吧 感觉上这个前面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严谨可以去了 所以我觉得 我们的后面部队呢 可以可以往上赶 我觉得后面部队赶上吧 赶完之后呢 我是希望下一局 下一局再去再去行动 这边呢 再稍微的往前探一下路 可以知道R.E.K.是在这个地方 但这组敌人可能他们就是不会动了 因为是目前他感觉上 敌人这个位置不错 周围都是平平可以去杀 这样我们就不要不要等了 直接开快得了 看一下 用谁来开呢 估计还是让超级士兵去吧 这边好像现在又没有火了 但是好像是看不见敌人 这个地方可以看见敌人 看一下敌人是飞了过来 Domination 100 100 90 应该是成功了 下面直接写的是零 这还剩两个普通的士兵 先救一个 这边呢 好像没有太好的手机角度 走一走吧 这边看一下我们BB的 saturation fire能不能能把这两个都打到呢 好像比较悬 现在现在又是到了一个前面 这个角度好像谁都打不到啊 好奇怪 可能就是谁打不到 这样我们都是只打一个好了 这边的 这边呢 这边看一下你的命中率 specialist 这边是岩体吗 这边是岩体啊 但这个岩体什么都看不见 哇 哇 他的 他好这边什么都看不见啊 tired of waiting around 看下 tired of waiting around 看下 EK 设计是74 跟54 我讲码是尽量能不不费手雷 什么就不要费手雷 但目前这种情况呢 我感觉上还是不太不在雨血啊 我就要我要上手雷了 这边 那这边会把阿康炸到是吧 我觉得可以炸一下 他有一个什么叫battle fringy的一个东西 正好可以激活一下 另外我们看一下这炸的是阿康 不要把我们自己的shepard给炸到 另外能不能不把shepard的岩体炸掉 为什么这么奇怪 好像不行 这样就不不去不去里了 为什么还会炸到 还会炸到他的眼底 这是为什么 我这里的这个 没有办法 我估计我就直接这么炸了 要说他眼底被炸没的话呢 那你的consumer可能会暴露 好像是没有事啊 点也没有死掉 好像是没了 一瞬间就没了 这就没有办法了 94 那边是94 我打错了 而且还暴击了 暴露了这么高伤害 暴露了 暴露 这个不要打错 当时没有想到 我是没有看下边的这个图标 刚才下边图标有三个 其中有一个是我的二号 我只是 我只是在考虑这边有两个点 所以说我切了一下目标 我以为就 我也就没事了呢 算是一个失误吧 这回是 不要 不要失误啊 你看这边的 对爆击是102 真是打着就死了 但是距离命中不太好 可能是需要再往前走 大概一点 能再加到 今天还有10点防御 我稍微先走一走 我稍微先走一走 没有激活 但没有事可以直接设计 激活的话呢 我肯定要使一使乱杠来去再移动一下咱们 那边应该是 这样应该是这张地图 我没有我没有数啊 刚才激活的实在是太太频繁了 没有数一共多少人 但现在看情况是 Faceless在变 有时候应该是 没有人了 我们直接往那边移动就可以了 看一下这个Faceless会直接暴露出来吗 好像是暴露出来了 这是这个门他都没有开开 这个门 他是先过来的门才开开 现在还是游戏的动画 跟实际上发生的事有点不太同步 阿尔康还是在在着着火 但他的很多技能应该是用不出来的吧 着火的时候应该是 技能是用不出来的 再看看他的Battle Frenzy 是两回合会直接获得一个额外的 额外的一个点数 有时候你可以射击 然后去肉搏 或者说是可以 总之可以做 可以多做一些事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情况 像中了着了火的目标 是不是没法射击啊 现在是没法 这不是没法射击啊 这个是看不见目标 好像阿尔康是没法拿掩体的 所以说拿到这边 他尤其是不会往往探头 所以说看不见这个人 但你连overwatch也不会啊 这样 你的刀是多少 5到7的伤害 这边是 这边是 以为是敌人没法拿掩体 所以说它是没有被flunk 这么一个额外的40的一个加成 你看这边的 Superior laser size 一共加了25 我之前以为是能加到30 能加到30 也就是15加15 可能这个满了就是25 但依然是假如敌人flunk掉的话 应该依然是能跌到100 所以说这是没有关系的 这应该不是说 我现在应该已经是跟人脸贴脸了 应该不是说还能在家 应该是这么一个关系 也没有打死 算是我大意了吧 刚才应该用drappyfire的 但是获得了trigger 这回倒是暴击了 这样除了上来我们误伤了几个平民 激活了一组额外的敌人之外 感觉上还是可以的 感觉上一开始的这个激活可能是有点 我是觉得一开始假如说是 我要直接是用shaper走的话 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因为它移动距离太远了 敌人又离都不很近 还有可能直接是进入敌人的一个范围内从事激活 所以说我觉得没有太大的 区别就是我们第一回合激活 还是说第一回合不去激活 敌人的这个组合吧 也算是比较 可能是我们这回的运气不太好吧 就是敌人最强力的一组 一组这个side pod 直接是在安排在我们家门口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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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这样我们的部队游戏都是满级的 所以说打击任务也都是很难 给了一个advanced版本的GT 这东西我估计我就不去做试验了 可能是需要Supure版本的东西 才可以去用我之前发现的那个bug 从而是让士兵免费提高一些属性 我这个东西应该是官方可能会修正的 所以说我就不去不去再究竟是怎么发动的 我就不去研究它了 Supure版本的Stock可能到游戏后期 也是没有太在作用 这样无所谓了 这样我们算是直接的又完成了这边主演任务 我们应该是 还是输入副派啊 给一些A6跟E6 虽然说我们现在没有E6 但我觉得完全是没有必要去理它 这期呢我估计就直接先到这了 我们下期直接去做这边的主演任务 虽然说我们上面这个Avita project还没有满 应该是我们应该是还有其他的 其他的东西需要主线剧情啊 这个做完可能还有一个东西让我们研究 研究之后可能还有一些后续的东西 接着让我们去做什么任务什么的 主线还是很长 我们并且不要就是现在可以稍微去推进一下了 这边的士兵呢 超级士兵也是随便练的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样这边这个任务 感觉上敌人的种类是比较单一 应该不是非常的非常难对付 总之呢具体情况我们下期再说了 这期呢也就先到这了 也是相当喜欢 这样我们下期见